好多朋友都想跟着我学做法天 但是不想去购置过多的原材料和昂贵的工具 那今天我就教你们做这一款简约版的咖啡巧克力法天 那对于新手来说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的难度 但是不怕 跟着我学做一定会做成功的 我们这一款甜点呢有四个部分组成 第一个是香提奶油 第二个是萨布蕾饼底 第三个是咖啡慕斯 第四个是比斯基蛋糕 好那现在我们先来做香提奶油 好先将奶油倒入锅中 磨好的咖啡粉倒进去 好开小火先将它加热 好如果没有咖啡粉的朋友们 也可以直接用速溶咖啡 淡奶油煮沸后我们就关火 过滤到我们的巧克力 好这个里面去 接着我们用打蛋器将它们混合 好搅拌好后我们用保鲜膜贴面 好放进冰箱冷藏8个小时以上 好就可以了 在我们的香提奶油冷藏期间 现在我们来做萨布蕾饼底 我们将低筋面粉 可可粉还有杏仁粉一起过筛一下 加入糖还有盐黄油 好这样的平的可以讲 好来搅拌它 如果大家没有厨师机也可以炒至稍微成团就可以了 好我们搅着这种酥砂粒状 然后我们将蛋液分两次加入 稍微搅动一下我们将生余的蛋液全部加进去 我们搅到像这样大致成团后就将它取出来 我们的萨布蕾饼面团做好后我们用保鲜膜包起来 然后直接放常温 让它松弛一个小时 然后我们再来使用它 现在呢我们来做巧克力比斯基蛋糕 先将低筋面粉 可可粉一起过筛备用 过筛好后我们开烤箱预热上下火180度 接着我们来打发蛋黄 将蛋黄倒入盆中 将少量的白砂糖然后一次性加进去 我们开电动的氨气高速 然后将它打发 然后低落下的纹路它没有那么快消失 大家打蛋器工具小的就稍微多打一会儿 蛋黄打发好后我们接着来打蛋白 然后我们先打至粗泡 好 好白砂糖分三次加入 然后第一次加入白砂糖 好打蛋器开中速 然后转高速 好我们蛋白打至细腻的时候 加第二次白砂糖 开高速打发 好我们的蛋白打发到就是有明显纹路的时候 我们加最后一次白砂糖 同样是高速打发 好我们的蛋白快要打好的时候 我们转成低速 好稍微打几下就可以了 好提起来 就是它是这种很尖的一个小尖角 好那么差不多是十分发这个样子 因为这个它含弹量比较高 所以说打出来的状态我们的蛋白就比较硬 然后它就不容易消泡 蛋黄蛋白全部打发好后 我们将蛋白分两次加入到蛋黄糊里面 好我们做翻拌的手法将它们混合 翻好后我们将剩余的蛋白加进去 我们要做翻拌的手法将两周混合 将过筛好的低筋面粉和可可粉 然后倒入到我们的面糊里面 好我们用翻拌的手法慢慢混合 好搅拌好后我们将融化的黄油一次性加入 然后刮到实际 啊速度要快 不然会消泡得很快 搅好后我们倒入烤盘里 烤盘上面定一层油脂了 好我们将它铺平整 刷一下膜将大细胞震出 放烤箱中层 好温度不变我们设置18到20分钟 好时间到了 好我们的蛋糕就烤好了 让它拿出来 好直接放凉就可以了 在蛋糕放凉期间将准备好的面团拿出来 放在两张油脂之间 用擀面杖擀至两毫米 然后用光级刻出来 接着将它拖出来放烤盘上 烤箱温度上下火160度 放入中层设置20分钟 我们的三倍饼干就烤好了 放一旁备用 蛋糕有一点糕将它片成两份 旋饼模具小1到2号的光级将它刻出来 接下来我们来做主体部分慕斯糊 首先将吉利丁泡在冰水中 然后将牛奶倒入锅中 咖啡粉也倒入锅中 将咖啡牛奶过筛 反锅继续煮沸 将两种巧克力倒入盆中 然后将煮沸的牛奶倒入 我们拌好后放一旁备用 接着我们来打发蛋奶油 用打蛋器开低速打至五分发 打至脱离水状提起打蛋器 蛋奶油滴落到盆中 很快就消失就可以了 咖啡巧克力彻底放凉后 我们再将蛋奶油少量的加在慕斯糊里面 蛋奶油分两次加入到巧克力面糊中 用翻拌的手法将它混合 拌好后加入到蛋奶油中 用翻拌的手法混合均匀 接着装入表花袋里 全部材料准备好后 我们开始来组装 先挤一点慕斯糊 用一根竹签插入蛋糕 然后放入慕斯糊 用手按压 上面再挤一层慕斯糊 接着再放一层蛋糕 最后再挤上慕斯糊 全部挤好后放入冰箱冷藏四个小时 或冷冻至凝固 我们的慕斯糊已经凝固的差不多了 接着我们将香提奶油拿出来 用我们的打蛋器将它打发 打发好后放进表花袋里 接着我们将冰箱里的慕斯拿出来 拨膜在表面装饰一下 防潮可可粉 放在我们的sablet这个饼干上面 好简约版的法田咖啡巧克力慕斯就做好了 大家可以给它取一个名字 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学会了的话 请在我的评论区里留言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